山东沸县农村大吉 方人一大片都是的 密密麻麻看不到尽头 我们去寻找传说中的网红炒菜汤 5块钱一盘菜 去看一看 看今天能不能找得到 机上啥卖的都有 网红的小伙子炒菜 超级便宜的 炒鸡蛋 炒鸡蛋怎么炒的 多少钱一份 黄金的鱼煎鸡蛋 10块 鱼煎鸡蛋 这个绿豆芽炒多少钱呢 这个绿豆芽 这土豆丝多少钱 土豆丝七八块钱 听说你家有5块钱的炒菜 是什么炒 土豆丝啥的就是量小一点 全部搞量小一点 全部搞量小一点 吃过多少斟了 搞小份的就行了 就找到网红小伙子了 这个鱼煎鸡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餐鸣 餐鸣 餐鸣是怎么炒的 餐鸣是油炸的 油炸多少钱一份 8块 8块钱一份 炒一份餐鸣 好的 小伙子开炒了 小伙子开炒了 猪头肉 你得做大了 21 8厘就给你干了 21厘的小伙子 21厘的小伙子 你得见满 放这大大的拉脚 动手就会见着了 看 看 华星 脑子 炒的是喜丽的流水 脑子 撒了 kry τα õ 这一盘15 你去了一盘 15我照给你 小伙子炒上炒得精神了 这个是烟火锡 这个烟火锡 小伙子中午可有米饭 没有米饭 有煎饼 有煎饼 好吃煎饼 餐鸣 餐鸣 这是属于那个什么金黄鸣 把餐鸣的一种 好 小伙子他俩都是软烫的 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二十一 炒他炒几年了 炒他炒两三年了 两三年了 咱这菜为什么这么便宜 炒两个小伙子 炸媳妇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好 炸媳妇 炸一炸 好 好 是 火力十足 这个菜肠 非常的多 炒两个小菜 来 喝瓶啤酒 很舒服 5块钱 吃个小菜 喝的白酒 白酒啤酒都喝 这厉害 一次喝多少 喝一斤 你能喝多少 我喝酒 然后再喝点啤酒 再喝点啤酒 喝丸子汤 再来点小菜 喝点白酒 喝点啤酒 厉害厉害 一早上喝这么多酒 这就是传说中的 沸腺网红小伙 草菜特别实在 人也实在 小伙 你给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菜品有哪些菜品呢 有豆腐 豆腐干 豆腐 花生米 蛋黄 海带 草鸡 草鸡 草杂烩 草杂烩 这个价格从多少到多少不等呢 5块起步 5块起步 商不锋利 这两大小的水 特色是什么 特色就是草杂烫 红沙霸鱼 鸡头啥的 草鸡 猪打还是丸子汤 猪打是丸子汤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猪打丸子汤 等会我们看一下丸子汤 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丸子汤 丸子汤 多少钱一碗呢 小碗5块大碗8块 这丸子是什么丸子 姜豆 萝卜丸子 嗯 姜豆 萝卜丸子 10斤的酒 我来喝酒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三东人喝酒 果然霸气威武 这一顿吃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猪头肉 是小分的 小分的 这8块钱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餐涌的话 是8块钱一份 鸢子汤的话 是他们家祖传的 5块钱 然后土豆丝 也是5块钱 一起加起来的话 菜的话是26块钱 然后那个酒的话是3块钱一瓶 29块钱 三个人吃草菜 我们来尝一尝今天的菜 这样都 餐涌 有大餐涌 饭吧 尝一个 嘎嘣脆 然后里面比较柔 香 辣 三东特色的煎饼 我们来卷一个 看一下 欢迎 不欢迎 说话不说 这里面土豆丝里面 煎饼 有什么特色的 就是明天我去那个鸡 其实都差不多 羊肉汤 鸡汤 炒菜 就这样吃 就这东西 你说 全面一点的 会有个全面 这边 这边切 这边手手的也会做 嗯 这几个鸡蛋 嗯 好吃啊 忙活了大半天啊 我们小伙 才吃上一口热的 再拿一瓶水 消费三十块 三个人消费三十块 超级实惠便宜 摆着吧 嗯 摆着吧